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昨天晚上我看见 在四川大地震的里头 有一个做母亲的人 一个大石头压在她身上 她快快把还不满三岁的孩子抱在前面 用她有限的背的力量抵住那块大石头 抵住 结果那块刷头把她压死了 死以前她知道不能再顶太重了 她一面抱着孩子 一面打着一个手信 在她的电话机里面 她说 儿啊 如果你可以获作 你要有个记者 妈妈爱你 以后她就被压死了 结果呢 救护队发现有孩子哭的声音 真正把这个手搬起来 看见 那个妈妈已经死了 那个孩子还活着 是因为这母亲伟大的爱 用自己的背遮盖她 用她的急着一幅 趁着沉重的舌头 能把信息留下来 我相信那个电话机 那个信息 永远不再是唯物论的价值 永远不再是商业的利益 能用金钱换来的东西 那是生命的话 她的孩子长大的时候 可能不信 为什么 用科学不能证明这个是真的 这可能是别人写进去的 我用理性 我用理论 我用社学来辩论 没有用 有真正的爱 真正的母亲 真正的死 使你不至于死 这个爱太伟大了 上帝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肚子 吃给他们 有一些信他的人 不知灭亡凡的永生 好的 既然是父母 他真正的爱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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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